OK啊 那么 然后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下面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地址呢 对应的视图都是写的一个又一个的函数 对吧 一个又一个函数啊 那么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类视图 类视图啊 类视图啊 那么这个类视图呢 它的一个使用啊 它的一个使用 就是是除这个函数视图之外 另一种方式啊 叫做类视图 通过类呢 去提供这个对应的处理函数 那么这一步的话 类视图怎么用 我们前天呢 给大家看了 使用类视图 那么首先呢 你看到啊 你看到它上面给你告诉 你为什么要使用类视图 对吧 就你可以在这个视图环组里面 你通过判断请求方式 是不是进行不同的处理 对吧 假如说我这个 如果是get的请求方式的话 我在这视图里面 我们通过这样可以判断进行处理 但是呢 我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类视图 怎么变啊 首先 定一个类视图呢 你定义的这个类呢 你需要继承于这个 view 对吧 继承这个view啊 然后呢 这个get的请求方式 对应的处理呢 就应该在这里面定一个 get函数 对吧 就应该定一个get函数啊 同样的道理 它这里面还没有给你说的 就是啊 如果你是post的请求方式 它就对应着类里面的一个 post函数啊 然后你定义完它之后 下面呢 怎么去使用这个类视图呢 从你的views里面导入这个类 在配置完地址之后呢 直接调用这个类的isview啊 这个方法啊 实现一个处理啊 实现一个处理 OK 那么 其实呢 就这么多啊 我们然后呢 给大家 把我们的这个代码 然后我们就可以改一下了啊 上面这些呢 我们就把它 之后呢 我们建议大家 你在写这个地址对应的处理函数的时候呢 你就使用这个类视图啊 在这里面定一个类视图 定一个类啊 叫做registerview 注册的视图类 然后呢 这个类呢 我们说它应该继承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呢 from 将个啊 点 这个 views对吧 点 这个啊 generic啊 里面导入这个view类啊 导入这个 view类 OK 然后呢 我们定义这个类呢 应该去继承业 它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 注册啊 好 那么 这里面我们就在这边啊 写一个 注册啊 它就是注册了一个类 那么然后在这里面呢 对吧 我们说是get的时候 显示这个注册页面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应该定义一个get按数 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ifind 写上一个 get对吧 然后写上一个self 写上一个request啊 它的作用呢 就是 显示注册页面 然后 在这里面直接 return request啊 显示呢 是这个request 有没有 是不是就它 对吧 i post的时候呢 是 进行这个注册处理 我就define一个 post啊 然后self 写上一个request啊 request 好 这里面呢 就是进行 注册 处理 那么在我们这边的话 注册处理的话 其实这个逻辑呢 都在这边 对不对 都在这里啊 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直接呢 好 直接呢 就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里面所有东西 我们不需要变 对吧 那么然后呢 你在进行这个url地址 配置的时候呢 找到这个user啊 它的urls 在这里面配置的时候呢 这俩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不要了啊 不要了 好 那么怎么去配置这个东西呢 直接呢 去从我们的user.views这个模块里面 导入我们的这个类 哎 叫做request view啊 request view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加配置了啊 直接 url 还是呢 而开头 写上一个 request dollar啊 对应呢 是谁呢 对应呢 就是不要用request 这个view类的sview 这个方法 然后呢 给大家起一个名字 name呢 叫做request啊 request啊 OK 这一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注册 那么这个类的方法是谁呢 你看到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类里面 写没写这个方法 写没写这个方法 这个views里面 有没有写这个request view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方法从哪来呢 是从这个view类里面 继承的一个方法啊 继承的一个方法 OK 那我们把它改完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再看一下啊 访问这个注册页面 我们能不能注册成功 再注册一个 好 注册一个他 然后呢 输这个密码 好 输这个 邮箱 点击这里面呢 进行一个 注册啊 进行一个注册 那么你注册是不马上调整过来了 对吧 看完之后呢 你再看一下你的这个 数据库 在这里面呢 看一下是不是ID.5的这个Smart 4 对吧 已经注册成功了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类似图呢 它是可以呢 做的啊 你注意类似图的一个目的是干嘛的 有了这个类似图之后 你就明确知道啊 访问一个地址的时候 不同的请求方式 对应你这个里面的哪一个函数啊 你如果 我这个里面 它对应呢 是这个 U的 regest的这个地址 对吧 如果呢 你是get请求方式过来的时候 我调的就是 get函数 如果你是pause的时候呢 我调的是这个 pause函数啊 这样的话 请求方式 它之间呢 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区分啊 区分 不同的请求方式呢 其实呢 是做不同的处理 那你像我们之前写的这样一种啊 写的这样一种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你无论是哪一种请求方式 如果你没在里面做判断的话啊 你无论是哪一种请求方式 请求这个地址 它都是掉这个 函数啊 它都是掉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请求方式呢 我们最常见的啊 叫做get和post啊 最常见的两个 但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啊 还有这个put delete 对吧 还有这个option啊 这种东西啊 那么这些呢 你在爬中里面 你就知道了啊 好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类似图的目的呢 就是我明确的啊 限定你哪一种请求方式 过来之后 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啊 什么样的处理 哎 这是这个类似图